现在这个视频就告诉大家怎么来更换这个珠子 首先通过一把工业的吹风机 1800秒的吹风机 在底部铝基板处加热 大概10秒钟左右 这个铝就会融化 这个珠子就可以潜下来 然后换一个新的珠子上去 这有一个缺口代表负极 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铝基板也有正号负号 把这个珠子的缺口对了这个负数 然后用我们列子把它对齐在方框里面 吹一下即可 待会我们冷却了 这一个整套的这个坏的灯柱更换就完毕了